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在四年前其实他们有跟我谈过 那个时候是吴雨拉歌 可能那个时候缘分还是不够吧 所以直到去年的时候 杨森丹就跟我在谈这个事情 现在可能缘分就来了 所以就有这样的一个作品 克勤在发布会上演唱新歌一个都不能少 可是在好友祝贺影片里 却少了旧老板韩永玲的身影 难道你们因为转会的事情闹翻了 那么左林又离还会有机会合作吗 其实我真的有问他 为你拍一条片来恭贺我 他就说 其实很尴尬的 我一方面是你老板 一方面又是那间公司 就是我艾林的老板 就很难拍的 不好意思 我试着他 恭喜你 我第一个就是告诉他 然后他想了大概一分钟左右 他就跟我说 艺人的身价 就像海鲜一样 所以每一天都不一样 所以如果现在有一家 能够给你这样的话 我觉得 舍不得 你可以走了 所以 舍不得 或者是想的最多 就是校长的事情 因为在我过去的音乐 所有的三十年当中 其实他 他也是一个贵人的身份 其实我们 十多年前做的左林又离 我觉得也是缘分 嗯 现在 我不敢说 当然我非常期望 可以再一次再做这个 这个演唱会 有传是荣祖儿劝你离开 合作18年的环球唱片 又有人说是你收了 三千万天价转会费 到底谁真谁假 宝宝看不透啊 不关 不关他的事 但是当然我们去年做 演唱会 就跟末后的一些 很多的工作人员 其实都 都会变成 朋友 那可能会 都一定要一些帮助 这样 我是有负责人的男人 所以 跟我的儿子 去外国念书吧 那么 是有其他的条件 吸引你加盟哦 我 亲 您自拍时 还要用美颜相机 来遮盖您满脸的痘痘 等皮肤问题吗 想快速解决这些问题 找皮肤顾问莉莉 她已经帮助上千位客户 成功解决与痘痘等相关的问题 请记下她的QQ 微信 173 7711 272 173 7711 27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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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